傻千刀的 你不要气人太甚了 狗眼大声吼道 大眼却是委屈巴巴的 差点又被气哭了呀 小眼此时已经盘坐下来 目光看着面前悬浮的三个血色光球 看着暴跳如雷的狗眼 才是喃喃开口 你要离开 随时都可以 真的假的 狗眼眼中的委屈立刻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 男眼的兴奋之色 不过 你得先帮我完善这三个阵法 萧炎微微点头 继续说道 狗眼二话没说 眼中蓝光迸发 只见萧炎布置出的三个阵法 出现了玄妙变化 而这种改变 也是令萧炎都微微挑眉 目光为明 狗眼虽说是调整阵法 让其更加完美 可实际上 几乎等于是在萧炎布置的基础架构上 已是完全重置 三个阵法 在狗眼大眼之中 迸发的蓝光之下 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而且三个阵法 狗眼只用了不到半炙箱的时间 就将其完善 好了 那我就白白了你呢 狗眼说着 便是准备动身离开了 等等 萧炎豁然开口 傻千刀的 你不能出尔反尔 方才已经答应我了 你若不让我离去 我就跟你拼命 狗眼顿时愤怒不已地吼道 什么时候回来 萧炎并没有恼怒 而是淡然开口道 不确定 狗眼哼起一声 冷冷道 他觉得萧炎真啰嗦 好 那你便永远留在这悬音真戒吧 萧炎也是冷横一声 别急呀 最多不超过五十年 你得等我 这鬼地方不好玩 我要回神西夜 狗眼立刻陪笑道 萧炎这才缓缓点头 可以 五十年 如果你没有回归 我不会等你 萧炎答应道 狗眼撇了撇嘴 低声道 小气鬼 等等我都不怨 我呸 狗眼没有反驳 大眼抽身再度准备离去 等等 就在这时 萧炎又忽然叫停他 杀千刀的 你要坐身 还让不让人走了 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 狗眼不好气地怒斥道 萧炎看着狗眼 虽然两者算得上一对欢喜冤家 但实则在关键时候 都会出手帮助对方 注意安全 萧炎在微微停顿后 认真对狗眼说道 后者闻炎 也是微微一顿 大眼竟是绿维泛红 只有女人才会哭 要么赶紧滚 要么我去把你关起来 萧炎见状又冷冷说道 方才好不容易出现的一抹温情 瞬间被击溃了 狗眼内心之中 好不容易燃起的一丝感动 瞬间破灭 怒骂一声后 其身形摇曳间 仿佛就融进了虚无当中 消失不见了 萧炎灵魂之力散开 竟是无法再感受到狗眼的气息波动 唉 她其实 从一开始就可以离开 萧炎沉吟 狗眼的存在 也是让萧炎在这慢慢修行路上 不会显得那么孤独 虽然平时总未好烟好语过 不过狗眼也好 萧炎也罢 内心之中其实都蛮在乎对方的 萧炎对她的关心 虽然说着随意 但实则也是发自内心地为狗眼担忧 不过狗眼的身份本就很神秘 其使力恐怕至今为止 狗眼都没有动用过她真正的使力 包括之前颓迷的样子 以萧炎对狗眼的了解 有八成是装出来的 狗眼破阵至迅速 毋庸置疑 似乎无论多么强大的阵法 狗眼总有办法能够破解 恐怕这已经不是在阵法上有着极高的造诣 而是在灵魂之力上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层次 毕竟狗眼的存在 早在尊上和邪尊存在的时代 他就已经闪耀过自己的光芒 而尊上将其封印在眼中 也可以见得尊上对狗眼的重视 但的确 狗眼出现之后 对萧炎的帮助是巨大的 几乎让萧炎在阵法上根本不再惧怕 更是帮助萧炎成功度过了许多危机 狗眼虽然唠叨了一点 但始终还是对萧炎不离不弃 甚至在离开前 都是获得萧炎允许之后 他才动身离开 可他离开的速度 出乎了萧炎的意料 而且似乎杀戮之塔的空间 对他没有任何限制 说走便能走 也就是说他若想要脱离萧炎 早就离开了 但他没有 嘴里有千般不愿 但始终都伴在萧炎身旁 萧炎不知道狗眼有什么目的 但从现在看来 狗眼的心思却是非常简单 从未在萧炎面前有过任何心机 准确地说 他的那些小心机 在萧炎面前根本算不得心机 甚至感觉傻得有些可爱 所以 其实萧炎心里也很在乎狗眼 早就将狗眼看成了伙伴 只是狗眼离开后 也略敢担忧 然儿 若是可以替我留意一下他 我感觉他比兔子还蠢一些 怕他有危险 萧炎说着 女帝的身影 便是无比突兀地 凭空在萧炎身旁出现 怀里还抱着兵运兔 此言一出 冰运兔便是在女帝怀中 发出振振威胁的低吼声 自在抗议 萧炎竟然说他蠢 这一点都是看得出来 不过你也大可不必担心 这东西曾经邪尊想要抹灭他 都没能成功 所以玄音真戒 想要奈何他的人 恐怕还没有诞生 女帝缓缓道 似乎对狗眼并不陌生 也说明 曾经尊上来此的时候 狗眼就已经伴在尊上的身旁 是吗 然而可知 他是什么来历吗 萧炎不禁好奇地问道 看起来像是某个大能的眼球吧 女帝认真地说道 萧炎闻言 差点没一拍脑门 听君一席话 盛听一席话呀 萧炎沉默 落光旋即看向了面前的三个血球 势不宜迟 既然天和魔尊 无论如何也要送给他 那么索性就直接收下了 萧炎看着其中一个血色光球 手臂便是忙得探出 直接摸入到了血色光球当中 光球并没有任何阻拦 甚至不存在任何禁止 萧炎手臂无比顺利地 就探入到了血色光球当中 只见那血色光球在萧炎手臂探入之后 疯狂扭曲 卷积 砰得一声炸裂开来 第一个血色光球爆开后 萧炎的手臂安然无恙 而此时 在萧炎的掌心内 出现了一块红色玉佩 不过看起来似乎并不完整 只是玉佩的其中一半